时代在召唤 教师而得他的奖励 但他并不知道 此刻他已经踏上了 和新一届同学 斗智斗勇的争承 那看到黑板上 刷刷写下的苗婉秋 三个大字 学生们都很难 把这么清秀儒雅的名字 和眼前这个脸上 长满了褶子 一脸严肃的男人 联系起来 虽然这个名字婉约 但这苗老师 可不是吃素的 毕竟几十年的教学经验 对付这些问题儿童 还是有一套的 上来就给了学生们 一个下马威 在点名的时候 批评了海燕的卷发 让他放学后就去拉直 没收了婷婷的口红 罚他和卖他口红的刘浩 一起占墙根 一个还好唱跳Rub的同学 抽烟给逮了个正招 声称不抽烟 却带着火柴的兽猴 也没能讨着好 喜欢看武侠小说的王海 也糟了殃 这种标准的问题班级开局 给馆长我满满的记事感 瞬间脑补了一下 麻辣教师在内等一系列 用爱一个个感化问题 学生的剧情 但是呢 我很快就发现我错了 我以为这帮的问题 学生会和精英怪一样 一个个上去给老苗收割 那结果别说整骨老是什么的了 多数人连戏份都没有了 那话说你啊 他出来干啥 投资人塞的绝太多了 而全局戏份最足的学生呢 就在这个时候 砰的一声踹开了班级的大门 秉承着boss总是最后登场的原则呢 这位从初中就混社会的学生 骆小乙 毫无疑问是最大的问题而同 那学生们呢 都挺怕这位混社会的老哥 但老苗毕竟是老江湖啊 不但没收了小乙的斧头 还让小乙在门口呢 喊了一节课的报告 呃 等一下 这位莫不是斧头帮的马仔 那次日啊 学校来了一个转校生静静 呃 就是大家都在想的那个静静 那话说静静这么可爱 而静静呢 正在办公室里边等老苗 那结果呀 和进来想偷斧子的小乙啊 撞了个正着 那斧头帮马仔 被老师没收了斧头 没脸混呢 得偷回来呀 那两个人啊 碰了个面 那都以为对方是办公室的老师 呃 那话说我寻思这篇角色呀 都是出种地 也能把对面认成老师 那您俩长得都挺着急呀 那很快老苗就回来了 那静静呢 也反应过来自个儿误会了 却也没把躲在门后的小乙供出来 那接下来呢 出现了全篇为数不多的几次 问提儿童们折腾老师的剧情 呃 他们把自行车的挡泥板拆了 那老苗认定这活和小乙同志 脱不了关系 那他就占了节体育课 开了个批斗大会 那乖乖学生静静跑出来 给小乙同志做担保啊 老苗才算是将信将疑的 相信了洛小乙和此事无干 然后呢 就是描述师生关系 越发紧张的桥段 那至于学生们 对抗老师的手段嘛 像什么折腾老苗自行车啊 折腾老苗自行车啊 折腾老苗自行车啊 呃 老苗教训了刘浩一顿 却得知啊 刘浩得了脑垂体瘤 为了治病呢 才铤而走险 那老苗马上组织了 为刘浩同学捐款呀 那以此为契机 班级的气氛呢 和老苗的关系 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而略现狗血的剧情呢 也因为千儿歌可圈可点的 演技支持 展现出了和竹梦演艺圈 截然不同的效果 那就在一切都慢慢变好的时候呢 事情又出现了变故 那开场因为口红被发战的婷婷 这样暗恋小姨 那结果看到静静在公园 给小姨补习功课 这让小女儿粗意大发呀 那偷偷拍下了两个人 亲密互动的照片 在学校拿了出来 那在那个年代呀 早恋可是件大事 而在那个年纪呢 谁又受得住各种指指点点 那落小姨自暴自弃 又逃学混起了社会 静静呢 也只能被迫和小姨断了联系 但是老苗呢 他没有放弃 啊 当然了 这是废话 他要放弃了还演个屁啊 那他只身闯入黑社会的地盘 亲手将小姨带了出来 那前脚老苗把小姨带出来 后脚小姨就把老苗的自行车 吊旗杆上了 但是呢 这次他没有什么恶意 就是为了把老苗骗出来 好去偷他和静静的照片 嗯 那虽然落小姨 对老苗没有什么恶意 但这篇对自行车的恶意 相信大家都已经感觉到了 要啥自行车啊 自行车到底做错了啥呀 那时间转眼到了高三呀 学习气氛越发的紧张 就在大家专心备考的时候呢 小姨的爷爷摔跤进了医院 那老苗二话不说呀 骑着车就把小姨送去看爷爷 那转头出来呀 发现自行车丢了 那那个时候呢 没个监控什么的 丢了呢 自然就找不回来了 而这个自行车呢 已经不是单纯的自行车了 它是被很多人欺负过的 那个 它呀 已经成为了同学和老苗之间的一个纽带 就和自家兄弟一样 损两句打一架啥的都是自家事 那怎么能让外人给欺负呢 于是啊 同学们呢 就纷纷动员起来 趁着晚自习的时间呢 出去找车 那就在大家终于找到自行车 一边想着老苗感动痛哭流涕的场景 一边傻乐的时候呢 老苗却异常愤怒地批评了大家 为了这么一辆破自行车 你们就忍心浪费这么大好的宝贵时间吗 自行车没了 我可以花钱去买 时间呢 拿什么买 别再折腾了 再这么折腾下去 你们这一辈子都不会有人看得起 那在这一段啊 于谦老师演绎的很细腻 那不单纯的发火 而是夹杂着那种感动的怒气冲冲 有点好高兴哦 但是还是要假装生气的感觉 而作为描写老师的电影呢 补习的桥段自然必不可上 老苗呢 不许如静静一样的优等生给差生补习 怕耽误了那些优生自己的事件 但是他呢 又不忍心就这么放弃 这些家里条件差 没钱去补习班的差生 于是啊 他就把这些人带回家免费补习 那常言说的好啊 好汉无好妻啊 老苗的媳妇呢 显然是不乐意这事的 那别的老师偷偷开补习班 挣得比工资都多 还以为自家这个鱼木脑袋 终于开窍了 那结果呀 是不收钱白打工 那不仅如此呀 碰到要庆祝的时候呢 老苗还会请学生们来家里吃饭聊天 那也是这个时候 同学们呢 才知道当年老苗考了全省第一 那可惜成分有问题啊 只能上了师范 当老师来这个小地方教书 那现在当然少有什么成分的说法 老苗呢 借此鼓励学生们 今时不同往日 你们考多少 去哪儿 看你自己 那学生们呢 也卯足了劲要拼一把 可第二天上课呢 老苗却没有来 那原来老苗啊 不收费的补课方式呢 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 他们呢 就联合起来把老苗给拒报了 唉 不外如是贼喊捉贼呀 那老苗啊 也因此停课 但学生们自然知道是怎么回事 静静呢 更是打抱不平 骑着自行车去找县长 为老苗申冤 那回来的路上啊 却出了车祸 虽然学校还了老苗清白 并且将他应该分配的住房 分给了他 但是因为静静的事 而心灰意冷的老苗呢 看也没看就走了 那在照毕业照的这天呢 同学们整齐的排列好 但是呢 却没有老苗的身影 那同学们去办公室 发现老苗的位置 被收拾一空 他们来到教室 只看到老苗在黑板上 留下的版书 人生就是一次次幸福的相聚 夹杂着一次次伤感的别离 我不是在最好的时光 遇见了你们 而是遇见了你们 我才有了这段最好的时光 那之后啊 老苗回到了老家一所乡村小学 继续着他教书与人的崇高事业 那电影的剧情呢 只能说是中规中矩 甚至可以说是 竹梦演艺圈似的不及格 结尾处的明显脱节不说 那故事的主线不明 而显得杂乱无章 那对于角色的刻画呢 也留于模式 脑流车祸啥的剧情啊 更是狗血 然而在演员和剧组的麦丽演艺下 无论是那个时代 极有夏天感的不景 还是极其还原的 那个年代的生活 都值得一看 显然呢 导演呢 或许不懂自己想表达什么 但是他懂那个年代 嗯 对了 那相较于主演呢 只有于老师大家比较熟 那该片的客串呢 简直是豪华呀 吴京 孙月 杨立新 一代宗师张国立 甲犬王者 爱地生啊 那有兴趣的朋友们呢 可以去看看 就当是挖彩蛋了 那影片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父老乡亲 您看完了视频 要觉得还不错的话 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关注评论一下 我是馆长 咱们下期再见 啊 如果各位观众老爷 觉得还可以的话 请不要害羞的关注吧 什么 你就这么走了吗 不收藏一下吗 不关注一下吗 下次找不到了哦